著名文学家李静泽 评价刘振云 他的小说是真正中国人的故事 小说里有中国人根性 最深的生命经验和情感 尤其是 这本著作我不是潘金莲 一场因假离婚引发的闹剧 在刘振云的笔下 展现的淋漓尽致 这本书出版后 不仅被冯小刚改编成电影 获得了国际电影大奖 还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 在全球发行 小说里 主人公李雪莲 为了证明自己是假离婚 挖空心思打官司 最终白白耽误了一声 然而 酿成这场悲剧的 不是别人 而是他自己 这20年来 他明明可以开始新生活 却不愿放下 明明斗得身心俱疲 却不肯罢休 说到底 人这辈子 很多不痛快都是自找的 一 和人性过不去 失落的是自己 故事开始时 李雪莲20出头 和丈夫秦玉和 过着幸福的生活 没想到 他们安稳的小日子 竟被一个突如其来的 惊喜彻底搅乱 原来 李雪莲不小心有了二胎 但当时政策不允许 为了保住丈夫的铁翻碗 两人不得不很下心 把孩子打掉 到了手术台 李雪莲却忽然想到一个鬼点子 假离婚 他匆忙赶回家 把这个主意告诉了丈夫 丈夫一听 痛快地答应了 他盘算着 只要等孩子生下来再复婚 他们就既能保住铁翻碗 也能过上儿女双全的好日子 谁料 等他生下孩子后 前夫早已抛弃他 转身娶了别人 李雪莲十分委屈 气得浑身颤抖 找上门去 一见前夫 李雪莲就一手揪住他的衣脸 一边扯着嗓子 怒齿他背心气 当初说好的是假离婚 说好的等生下孩子就复婚 怎能说变就变了呢 自己辛辛苦苦十月怀胎 生下了孩子 好不容易逃出鬼门关 转眼间 却又被最爱的人踢进了地狱 他悲痛欲绝 像个泼妇一样 又哭又骂 前夫却推克他 冷漠说道 离婚是真的 李雪莲彻底怒了 朝前夫吼骂 行 不承认是假离婚 这辈子你别想好过了 看着原先重情重义的前夫 变得薄情寡义 李雪莲暗下决心 他非得出这口恶其不可 他将前夫告上了法庭 本以为自己能讨回公道 但法院却判定离婚是真的 李雪莲求助无门 走投无路的他 拼死拦下县长的车 跪在地上哭诉自己的不幸 他还顶着毒辣的太阳 举着冤字 在政府门口静坐了三天 期盼市长替自己主持公道 结果 因扰乱社会秩序罪 他被关进拘留所七天 毫无退路的李雪莲 想找前夫和解 前夫非但毫无收敛和愧疚之意 反而当众指着他的鼻子 说他婚前就不是处女 是当代潘金莲 李雪莲眼睁睁地看着这个男人 当着所有人的面 撕开他的闺房密室 他又羞又恼 恨不得立马找条缝钻进去 原本朝夕相处 说好要保护自己一辈子的男人 如今怎么会变得如此歹毒 在这凉薄的世间 没有什么比人性更反复无常 更深不可测了 现实中的我们 或多或少也有这样的无奈 无条件相信人性 毫无保留的交付真心 袒露软肋 他人却为了自己的欲望 利用你的软肋 对你射毒箭 马斯洛说 为了避免对人性失望 我们必须首先放弃 对人性的幻想生命是流动的 人心善变 人性不变 在利益面前 海誓山盟不过是浮云 为了一己私欲 人会张开凶狠的撩牙 不要试图触探人性 皮囊之下的小心思 只会令人寒心 不要妄图抵抗人性 他狠起来 必舌恶毒 随时将人吞没 人性的幽暗面 经不起任何嚣导 和人性较量 就是和自己过不去 二 和世俗过不去 折磨的是自己 李学莲自打被说成是 潘金莲后 整个人又推下去一劫 他想不通 明明说的是假离婚 怎么扯出了那件往事 新婚那夜 两人同房时 潜伏惊觉他不是处女 在袍根问底下 他才红着脸 告诉潜伏事情 想到这里 一股巨大的恐惧 朝李学莲袭来 原本他就因假离婚 闹出不少笑话 潘金莲这事要是传开了 周围的人不得炸开过 到那时 别人肯定认为 是他先红性出墙 才离得婚 那他这辈子就彻底毁了 李学莲越想越憋屈 后悔与愤怒 不断从他心中喷涌而出 他实在厌不下这口恶气 可在当地告状又四处碰壁 他索性把心一横 直接去北京上访 到了北京后 李学莲向领导诉说自己的遭遇 还状告了那些不作为的官员 不想 领导只是将涉事的官员免之 对他的事情却不了了之 李学莲誓死要摘下潘金莲这顶帽子 替自己讨回公道 往后的日子里 他一心扑在构状上 每年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期间 他都会雷打不动地出现在北京 当地政府却惧怕他去北京惹事 对他严防死守 让他根本没有机会伸冤 身边的人也都对他议论纷纷 有人甚至以为他疯了 远远看到他就躲开 可他就是个认死理的人 外界越是对他指手画脚 他越要自证清白 旁人越是劝他放弃 他越要抵抗到底 李雪莲非得打赢官司 像是人自证清白 才能让潘金莲这事翻篇 为了不让人说闲话 他从一个干净利落 疯字绰约的女人 活生生熬成一个拉里拉踏 憔悴不堪的妇女 曾经的我们 也和李雪莲一样 遇到过很多世俗的偏见 为了美好的光景 你不惜背井离乡 就有人说你自私 不顾年迈独居的父母 你把父母接到身边生活 也有人跳出来说 你禁锢了父母的自由 你明明很享受单身的自由 就有人劝你要早点结婚 不然就会错过最佳结婚年龄 为了不被人指指点点 你着急忙慌地步入婚姻殿堂 结果马上就有人催你生娃了 你看 无论你做什么 总有人站出来对你的生活平头论足 正所谓 佛有其之手 遮不了众人口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都有不一样的阅历和见解 你永远无法得到所有人的认同 倾力去改变世俗的看法 像是人证明自己 只会打乱自己的节奏 折断自己的语义 生活掌握在自己手中 而不在别人的嘴里 比起自己的生活 别人的评价根本不值一提 比起自己的幸福 他人的看法轻如红毛 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了 远比活在别人的评价里更有意义 三 和执念过不去 痛苦的是自己 李雪莲整整告了二十年 事情却毫无进展 彼时 单身的老同学赵大头回县里生活 赵大头从高中就喜欢李雪莲 李雪莲第一次去北京 还是他给提供的住宿 那时 李雪莲一心只想申冤 才错过了赵大头 重逢后两人互相倾慕 但李雪莲却只想告到前夫 恰巧 正值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期间 当地官员正监视李雪莲 阻拦他去北京告状 在赵大头的协助下 李雪莲成功脱离官员的视线 两人奔往北京 一路上 赵大头不忘开解他 经过一番苦口婆心的劝慰 李雪莲决定不告了 很快 李雪莲就在赵大头的猛烈攻势下 陷入了温柔乡 当他还沉浸在甜蜜中时 谁承想这背后隐藏了个大阴谋 原来赵大头偷偷和法院的人做交易 只要断了他去北京告状的念想 就给他儿子安排工作 得知真相的李雪莲 发了疯似的朝赵大头怒吼 赵大头 没这事 我不告状 有这事 我还得告状 当面逼我 我不告状 背后这么算计我 我一定要把你们掀个底朝天 李雪莲骂完赵大头后 更加坚定了要去北京告状的决心 他立即动身 哪怕在路上感染了风寒 昏迷好几天 哪怕两腿发软的脉不开步子 他也要硬着头皮搭上去北京的车 可当他好不容易到了北京 还没来得及喘口气 就听到了前夫车祸去世的噩耗 李雪莲全身僵住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过去二十年里 他每天都在等平反那一天 可如今 真相已随前夫化为尘暗 就在万念俱灰之际 李雪莲看到了远处一片树林 他跌跌撞撞的走到一棵树下 正准备上吊 树林的主人见状 赶忙跑过来 拦住他 并说 别在一棵树上吊死 换棵树 耽误不了你多大功夫 这句话如棒子将他消息 他这才明白 这二十年来困住自己的不是别人 而是他给自己铸造的繁笼 有时候 人之所以活得很痛苦 并不是不被命运眷顾 而是被心中的执念所裹挟 与愤恨搏斗 无非是在火上浇油 与委屈周旋 无非是在伤口上撒盐 很认可作家简征说的 人缠不过自己的性格 常常在万籁俱计的时刻 一刀钉与自己短冰相接放得下的人 日子往前过 痛苦也就翻篇了 纠缠不休的人 日子停止不前 只会被痛苦蹂躏 路 走不通 就换方向 是 想不通 就放一放 我们来人间一趟不过三万多天 很多事情不过转瞬即逝 哪有那么多过不去的 不管和谁过不去 其实都是在和自己过不去 都是在给自己添堵 不如试着与现实握手言和 当你学会了放下与释怀 这世上就再也没有你过不去的看 四 多年后 刘振云在谈及 《我不是潘金莲》这本书时 他哽咽道 李雪莲二十年就需要纠正一句话 这句话始终纠正不过来 芝麻变成了西瓜 蚂蚁变成了大象 他因为一个礼 蹉跎了一声 因为一句话 怨恨了一声 令人扼腕叹息的是 这一切都在前夫骤然离世后 又都变成了一场空 人来人往中 我们难免会有被人伤害的时刻 但揪住过往的伤害不放 不仅无法让伤口愈合 还会让痛苦不断蔓延 从而让自己被追心的疼痛反复摧残 路遥说过 你永远要宽恕众生 不论他有多坏 甚至他伤害过你 你一定要放下 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 日子不是往后过 而是朝前看 只有和那些萦绕在你心头的不甘 和那些让你疼痛难忍的糟心事挥手告别 你才能重启人生 点个赞吧 先学会放过 你才能拾起属于你的幸福 你必须让我看